你以为这只是一只蜘蛛吗 然而这其实是杀人犯的御语工具 只因放生了一只蟑螂 没想到杀人犯却发现了监狱的大秘密 看着蟑螂被抓走 他心生遗迹 于是他开始收集蜘蛛 准备将自己寄生在蜘蛛身上 从而钻出劳动逃离这里 为了能使蜘蛛快速成长 他每天都要抓一些小虫喂养 现在蜘蛛长得差不多了 还差最后一只就能人猪结合 可反常的举动也引来了育有的不满 随即将他的蜘蛛扔在了地上 一脚踩成稀碎 准备要给他一个下马威 眼看自己的心血将浮出东流 突然一只蜘蛛从瓶子里面窜了出来 一口咬到了育有的眼睛上 男人痛苦不已 挣扎中他将桌上的锅离瓶子 全部掀翻在了地上 声音立刻将玉瑾拧来 此时的男人眼睛已经浮肿 他也恶人先告状 这让玉瑾立马将矛头指向了死刑犯 他也不得不将蜘蛛全部放上了出去 这才平息了纷争 看着地上死去的蜘蛛男人决定最后一路 他先将逃生的洞口打开开始召唤 紧接着他就躺在了写满符文的地上准备陷阱 随后他开始念动咒语 突然洞口好像有动静 只见一只蜘蛛从洞里钻了出来 并爬到了他的身上 看来起效果吧 没一会又出现一只继续朝他的身上爬去 随后源源不断的蜘蛛从洞里钻了出来 但他深知这还不够 因为只有当猪王出现才算成功 男人继续等待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从洞里钻了出来 猪王真的出现了 只见猪王缓缓地朝着男人爬去 没一会就来到了他的胸铺上 男人见状大气都不敢出 突然猪王停了下来并伸出力章 结合开始了 此时不知情的玉瑾走了进来 发现男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只剩地上一吞玉符 正当他准备查看时 突然一道白影滑在了他的脸上 紧接着一股蛛丝投出 缠住了他的双手 这让他无法动态 随后他就被缓缓拉起 玉瑾拼命反抗 可却无法正脱 就在这时 后面传出了恐怖的斯林声 只见猪王慢慢地从后面爬了过来 而蜘蛛的脸却是死刑犯的 看来他们成功结合了 而玉瑾吓得当场厉害 到了第二天 典狱长发现 玉瑾已经被蛛丝全部裹满 双眼也被挖走 而死刑犯却早已消失不见